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延缓衰老 哈佛大学近期在发表研究发现能让人延长寿命20年的逆龄抗衰老行为 研究显示在40岁时开始遵循运动 不滥用止痛药物、不吸烟、缓解压力 植物性饮食避免酗酒、睡眠充足、良好社交关系 习惯的人群与不遵循的人相比 男性平均寿命长24年 女性平均寿命长21年 即使是60岁才开始养成健康习惯 仍能多活将近18岁 每天看诊又要开刀工作非常忙碌 担任诊型外科医师赖雅维 她知道即便工作再怎么忙碌 都要保持运动习惯 想办法要疏解压力 我觉得抗衰老最好的方式就是良好的运动 还有就是充足的睡眠 还有时时保持一颗愉快的心 台湾民众在饮食方面 摄取蛋白质以及淀粉的比例是偏高的 而摄取蔬果的比例是严重不足的 所以这也不是叫我们要完全吃素 而是说我们应该在饮食中 适度的增加蔬果的摄取量 研究结果是可以大概延长超过20年的寿命 真的是很有实证效果 而且它的里面让我们觉得很有震撼的一点 就很有说服力是说其实说你已经超过60岁了 你这样子来操作还是可以再继续延长寿命 哈佛大学最近研究了美国70万位的退伍军人 最重要的是我发觉他们还很重要的是 他们得对压力的感受过了70岁以后 他们其实尽量能够怎么样乐天之命 不要把太多的压力放在身上 追求健康长寿是人类自古以来的心愿 而近来的医学研究告诉我们 生活中的许多小习惯可以有效帮助我们延缓衰老 举例而言 养成规则运动的习惯就对延缓衰老有很大的注意 曾有医学研究指出 长寿的族群有固定运动习惯的比例较高 且与不运动的人相比 运动可以降低约五成的死亡风险 而避免不良的生活习惯 例如不吸烟与避免过量饮酒也很重要 对隐君子来说 戒烟可以有效降低慢性阻塞性肺病 呼吸道感染 肿风 心血管疾病 甚至是癌症的风险 运动不足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的致死因子 所以WHO将运动的建议 从原本的333提高到了533 也就是希望每周五天 每次30分钟 心跳达到130 不要延长寿命 除了耳熟能想的运动之外 再来就是保持没有压力 而结合这两点的话 就是多运动 少劳动 运动除了可以增加我们的心肺功能之外 也可以借由骨骼肌去保护我们的关节 以及步态 进而避免跌倒 延长寿命 养生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一定要早睡早起 然后饮食一定要清淡 不过现在社会上很难避免 就是说有时候一些聚餐大鱼大肉 睡眠充足也是保持健康长寿的关键之一 研究指出睡眠不佳 与多种健康问题的发生及恶化有关 而充足的睡眠 则可降低约两成的过早死亡的几率 另外现代社会竞争激烈 人们常常处于高压的环境下 如果能缓解压力 对于个人心理健康 增强免疫力 减少心血管负担 缓解肌肉紧绷与疼痛感等都很有帮助 每天一定会有规律的运动 譬如说我们每天一定至少会有一个小时的慢跑 那以及可能20分钟到30分钟的无氧活动 譬如说我是做棒式或者做伏地挺身 为了要达到健康老化 疾病的预防和控制 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每年一次的成人健康检查 让民众可以了解自我血压 血糖 血脂肪 肾功能 肝功能 及体重等的状态 因为压力的话会增加我们自律神经的一些失调 造成后续很多心血管的疾病 那你这压力如果是孤独 没有人去倾诉的话 其实会更加重这样的压力 会造成失眠等等其他的问题 大环境的社会经济状态 照护政策都会影响平均余命 但对个人而言改变健康生活方式 延缓衰老降低死亡风险 有极大注意 台北采访报道